擦海仔,我们听得多啦 塞盖仔,你有没有听过咧? 擦海仔跟塞盖仔,它们有什么分别咧? Check it out! 你好,我是Chinese Alien 我来香港工作快有5年的时间,在这里 我学了很多在马来西亚很少会讲的广东话 可能我平常都待在Hokkanan比较多的Benang 相比起看我薄眼或者乙薄眼,就比较少讲广东话啦 Anyway,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善心管理大学道的广东话 那就是塞盖仔啦 由于我工作的关系,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香港本地艺人 有些艺人很nice,有些艺人私底下是很安静的 有些艺人看起来够待外盲,宁针秀洒 有一些女的艺人就看起来玲珑可爱,楚楚动人 但其实他们私底下是很烂奇的 在不公开那些艺人的名字下,有一天我和我朋友聊天 然后我就告诉他,那个艺人看起来很nice 其实他私底下也是跟上京的他一样的nice的 好靓女,好好人家 然后我的朋友听过后,他就这样回答我 你说那位矮人,我觉得他是塞盖女来的哦 然后我就找了一找,问回他 你说人家是塞盖仔塞盖女 你又知道那些艺人真的是去过世界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有follow人家的instagram吗? 我的朋友听了过后,就慢慢的跟我解释 塞盖仔或者塞盖女 是什么意思啦? before我explain什么是塞盖仔或者塞盖女 我想跟大家分享插海仔先 因为其实塞盖仔跟插海仔 有一些地方呢,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其实又很不一样的哦 你在这儿讲干什么呀? 先讲塞盖仔 塞盖仔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很会拍马屁的人 楼塞呢,讲什么他都是yesyesyes 是个真的没有脑袋的yes man来的 就只会阿鱼奉承,迎合上司的意见 这样子的人是最喝仰仗的啦 相反之下塞盖仔或者塞盖雷 他们就比较懂得人情四度啦 他们往往对人处事呢,就真的是面面俱缘的 他们会在对的时间点 跟对的人做对的词 说对的话 所以咧,无论他们在做什么咧 我们外人看起来 他们永远都是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perfect 当然,他们这种很会sociable的人 都会跟每一个圈子的人混得很好的 但同时,他们却不属于任何的圈子 他可以跟你很friend 同时也跟你的敌人很friend 但是你又不会讨厌他的 你还是会把你自己的东西告诉他的 他们会跟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 但是咧,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对你好啦 在什么行业会存在比较多塞盖仔或者塞盖雷呢? 比如说salesman salesgirl啦 或者是做PR的啦 所以塞盖仔塞盖雷的呢 还是莫过于那些艺人们啦 我不是说所有做这一行的人 都是塞盖仔塞盖雷的呀 我只是说在这个行业 比较容易遇到 或者是本身塞盖仔塞盖雷就是 speed into 这个行业的 这就是这个星期我刚学到的广东话啦 我觉得遇到不明白的事情 我们都必须有礼貌的向别人请教 也不要因为自己略懂一二而沾沾自喜 自觉的高高在上 每个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 有一些知识你懂得比较多 有一些知识是别人懂得比较多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时刻保持humble 有着一颗谦虚的心 真实的对待自己 同时也真诚的对待别人 在这个社会上打鼓 我们或多或少会很讨厌残海宅 但我们会不会为了生存的更体面 而渐渐的我们也成为了塞盖仔 或者塞盖的不自知呢 欢迎你在这个video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请记得给我个like subscribe这个youtube频道 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